2015年4月30號青藏鐵路的第三回合 我們從拉薩站10點10分準時出發 現在沿途可以看到山山還有很多的雪山 這次行程唯一比較可惜的是整個全團事務會 就在今天早上因此有一位團員叫呂玉正 因為還是有發燒還有包括併發肺水腫 還是沒有辦法隨行跟我們做青藏鐵路的情況 一直要等到今天中午或是晚上保持聯絡 順利的話明天早上能夠從拉薩坐飛機 順利跟我們能夠在西安的雄陽機場能夠會合 這是期待中的部分 希望這次的旅程也能夠帶領的15位團員 能夠順利、平安、詐欺、得樂